地狱囚奴 雨夜幽灵 人皮草人 色狼传说 精神病院 肢体雪人 哪一个更恐怖 哪一个更震撼呢 尝尝天堂里的苹果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要尝尝地狱里的苹果 黑暗里有黑色的火焰 只有目光敏锐的人才能够捕捉到 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宇宙 却看不见社会底层 最悲惨的世界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联合出品的 长篇有声小说 《时宗罪》 作者 蜘蛛 眼波 骆驼 第二集 周星星就是那个被遗弃在派出所门口的婴儿 周星星的母亲就是周嫂 周星星有三个哥哥 所以小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 周星星学会的第一个字是枪 周星星唯一一次落泪 是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周嫂的丈夫是个刑警 在一次擦枪时不慎走火 子弹打崩了她的大脑 从此 周嫂白天变成男人 晚上变为女人 有一次孩子在玩耍之中 打碎了邻居的玻璃 周嫂二话没说 按住老大 就是一阵毒打 邻居后来问她 为什么只打老大 她说 只有老大 是亲生的 派出所的院子里边 有一个猪圈 周嫂的家 就在派出所里 四个孩子在炕上嘻嘻哈哈 四只小猪 在粪堆里边哼哼唧唧 老街的西边有一个菜场 1980年4月10日 一个摊贩到派出所报案 称自己的一袋康 被人偷走了 这次偷盗非常大胆 一个破衣烂衫 胡子邋遢的男人 问了问康的价格 过了一会儿转身回来 趁贪贩不注意 将五十多公斤重的康 扛在了肩上 撒腿就跑 周嫂接到报案 骑上自行车迅速地追去 沿路不断地打听 很快就找到了 那个男人的家 大门开着 院里边鱼钱落了一地 推开屋门 周嫂看到墙角 架着一口锅 里边正热气腾腾地 煮着糠面糊糊 五个孩子捧着空碗 正在咽口水 而男人正在用铁勺 在锅里边搅 周嫂咳嗽了两声 见屋里边的人都在发呆 就没有说话 她掏出口袋里边所有的钱 放在了一个孩子的碗里 走的时候 她的泪水涌了出来 1989年 周嫂当上了老街派出所的所长 此后三年 老街辖区之内 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1994年 城区规划 老街拆迁成了新街 因为分房不公 群众上访 周嫂脱下警符 在县尾门口 破口大骂 1998年8月27日 周嫂心脏病发逝世 次日 大雨滂沱 送葬者 三千余人 周星星小时候 最喜欢玩的游戏 是警察抓小偷 周星星上学的时候 和哥哥到野外去游玩 他指着草丛里边的 一口鸡井 说看 这里是一个 抛尸的好地方 周星星的想象力 非常的丰富 有一次在火车站 人们逮住了一个 搁钱包的小偷 然后翻遍小偷的全身 也没有找到刀片 而周星星 则大声说道 刀片 藏在她的嘴里 十三岁那一年 周星星对周嫂说道 我想当一名警察 而周嫂则说 你已经是一名警察了 周星星上中学的时候 老是迟到 为了节约时间 她就一边拉屎 一边吃饭 周星星很爱干净 但是 她的床底下 有一堆 从来不洗的袜子 每天 她都挑一双 最干净的穿上 周星星喜欢思考 有一次 她走过一个 漂亮女孩身边时 放了一个屁 女孩皱了皱眉 而周星星 却若无其事地 继续往前走 当时 女孩听到了 她的自言自语 死人 为什么比活人沉呢 周星星懂得多种语言 有几个说话可靠的 走街涮巷 谈棉花的人 曾经见到周星星 在小学后边的池塘里 和一只青蛙讲话 就在前几天 从那个池塘里 刚刚捞上来一句童诗 周星星为了抓一个抢劫犯 曾在胡同的尽头的 一个倒扣的筐底 埋伏了一夜 后来有人问她 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她回答说 别再下雨了 周星星 仅用三十分钟 就破获了一起 强奸杀人案 有一个住校的女同学 半夜起了截手 清晨 人们发现 她死在了厕所里 女孩的死状惨不忍睹 她躺在地上 裙子凌乱 内裤被撕裂 头搭了着 胸口被什么力气 铲了一个大口子 鲜血流了一滴 全校师生感到极度的恐慌 立即报警 民警在厕所旁边的东青丛里 找到了一把铁线 很显然 这就是凶器 学校保卫科的同志 积极配合 马上提供了一份 有流氓前科的学生名单 周星星戴上手套 看着那把铁线 沉思了一会儿 说道 她知道凶手 是谁了 周星星举起那把铁线 说凶手是一个环卫工人 挖粪的 这把铁线上 除了有血迹 还有石 便池里 有挖过的痕迹 凶手为什么要挖大粪呢 答案只有一个 它就是一个挖大粪的 可以想象 凶手当时正在干活 都知道 这个活得在半夜干 然后 那个女学生进来了 然后强奸 再然后 悲剧发生 警方立即到环卫局 展开调查 经过指纹对比 很快就抓住了凶手 滋阳郊区 有一所废弃的微楼 周围非常的荒凉 楼前杂草丛生 楼后是一片木地 这座小楼 在白天看上去 破旧不堪 到了晚上 显得是阴森恐怖 清明节前 两个民工住进了楼里 他们的工作 是修复被雨水 冲毁的墓地 铲除杂草 楼分两层 民工住在底层 当晚两个民工大醉 夜里 似乎听到楼上 有人在哭 到了午夜 一个民工出去接手 背后突然传来了尖锐的惨叫 接着是抽搐 挣扎的声音 而后 万来俱击 他大着胆子冲进楼内 看到另一个民工 已经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眼睛暴突 口鼻流出鲜血 于是 楼内有鬼的说法 迅速传开了 再也没有人敢去那里干活 墓地的管理单位 不得不出重金招聘 三天过去了 只有一个刚刚释放的劳改犯 愿意前往 劳改犯 名叫黄仁发 黄仁发提出了两个要求 他说 给我一根棍子 给我两倍的钱 管理单位经过考虑之后 答应了 棍子是用来打鬼的 如果是女鬼呢 黄仁发黑黑地笑了笑 暮色苍茫 楼内的血腥味已经很淡了 几只蝙蝠 飞进飞出 黄仁发干完一天的活 收拾好地铺 在地铺周围 摆了一些塑料纸 他关紧门 然后在门后 放了一个酒瓶 有经验的小偷都会这么做 如果有人进来 他就会立刻发觉 然后 黄仁发抱着棍子 就睡着了 他并不知道 他躺的那块地方 就是那个民工寺的地方 午夜 门缓缓地开了 酒瓶倒地 发出了清脆的声响 黄仁发立刻坐起来 紧握棍子 然而 却没有人 只有冷风 吹进了屋子里 黄仁发松了一口气 突然 塑料纸一阵哗哗的响 似乎是有脚步踩在上面 黄仁发瞪大眼睛 屋子里确实没人 空荡荡的 那声音在他面前停了 房间里 死意般的寂静 他咳了几声 给自己壮胆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脚 被什么东西给舔了一下 出于本能 他向后退了一步 手中的棍子 也抡了下去 棍子触地 发出了闷响 肯定打中了那个东西 月光从窗户照了进来 一条死蛇 躺在了地上 黄仁发咽了口唾沫 这才发现 自己浑身都是冷汗 他用棍子将那条蛇 挑起来 搭在阳台上 他想 明天呢 烤烤吃了 睡下不久 他又被一种 奇怪的声音惊醒 吱吱地响 半眼的窗帘 动了一下 有一个影子 一闪而过 他用棍子去拨 那个窗帘 猛然看到一个 毛茸茸的小脑袋 黄仁发下的手一哆嗦 莫非是恐惧 引起的幻觉吗 他揉了揉眼睛 那个小脑袋 就不见了 黄仁发一动不动 侧听四周 楼道里 隐隐约约的 有脚步声 那脚步声上了楼 接着 楼顶 传来了卸下 重物的声音 那肯定是 装在麻袋里边的死尸 魔鬼的食物 黄仁发的 第一个念头 就是赶紧离开这里 第二个念头 是去看看 这时 传来了 叙叙的低语声 可以清楚地听到 有一个 谦细的嗓音 说着 味道不错 黄仁发当过小偷 是一个胆大的人 他曾在 一户人家的门后 站了一夜 在另一户人家的床下 躺了一夜 偷人的东西 算是偷 偷鬼的东西 不算是偷 那么 为什么不拿几件 鬼的东西呢 黄仁发对自己说着 也许 是些宝贝呢 黄仁发脱了鞋 紧握着棍子 捏手捏脚地上了楼 楼上的那间房门 虚掩着 有青烟飘了出来 火光闪闪 从门缝里 可以看到 映在墙上的 一些稀奇古怪的侧像 很奇怪的影子 黄仁发闻到了一种 炒糊了芝麻的香味 他屏住呼吸 将耳朵贴在门上 下面 是那几个鬼的谈话 分吧 山爷 只有大臭 没有天平 我带了一个撇海 挖进去 正好一两 他是谁 韩少爷 两个九头伴 哼 北有二王 南有双丁 双丁想来拜山 唠叨吧 小心点水 这里不是架子楼 认识是有好处吗 他俩是签章 这俩是 我是华城的三文钱 我是东北的炮子 我姓超巴 我姓匡吉 山爷穿了双蛤蟆叫 小飞 小烟包去哪了 哦 在甩壤 黄人发再也不敢听下去了 只有鬼才会这样说话 他两脚发软 只想逃走 这个时候 楼道里来了一个少年 和一个猴子 他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冷冰冰的枪口 就顶住了他的脑袋 少年 就是高飞 小猴 就是小烟包 有声小说 《石宗罪》 由喜马拉雅 和博吉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